这个活业不好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就在第一行先增加一个 B 等于 True 不过同学可能会讲说老师为什么多一个就变成 其实到底有原因呢 这个 B 指的是说你是不是第一次开那个档 如果是的话呢 那我就用什么 特别是说关键来咯 如果 B 预设值等于 True 所以等于 True 它一定会走什么 走这边 那如果第二次开启的话呢 它就变成我把它改成 Force 关掉了 那它就走下面了 那走上面跟走下面有什么差别 关键的地方呢 在这里 Shift 1 指的是那一个开起来的那个工作簿里面 点 Copy 特别是说 Copy 意思是什么 另外再开一个工作簿 那反之的话呢 就是第二次以后的话呢 是帮我抠到哪里了 抠到它刚刚的这一个的档案的后面去就可以了 那抠到哪里 抠到 After 第一个的后面 反正就抠到第一个后面就对了 或者你如果要再放哪个位置 你自己再调整一下 那一样再把它 Close 掉 OK 所以其实基本上我把刚刚的动作呢 如果全部写成程式的话 第一个可能会需要有一个变数 这个变数的话是判断它是不是第一次开档 如果是的话呢 就是点 Copy 不是的话呢 就是 Call 到那个档案的后面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程式会撰写 第一个我就怎么样 我就跟它讲 Space 不过在 Space 你也可以利用上个礼拜讲的 你可以把它改成 Fire Dialog 那个什么呢 可以跳一个视窗用选的 不过我现在先用固定好了 我放在哪里呢 我现在合并的那些档案 它是放在哪里呢 放在桌面上这一个 OK 所以这个桌面上的路径 就在这里 OK 第一个跟它讲 好 我的我要合并的档案在这里 就这么多 那你要帮我怎么样 一个一个帮我抓出来 做合并 所以呢 用 DIR DIR 实际上就一个个抓出来 抓什么呢 抓里面所有的 XLS 这个 X 的档案 帮我放过来 所以它也许先抓到乙班 放在这个档名 所以它乙班点 XLS 这个名称 那再来的话 都坏 一直帮我找 找直到找不到档案为止 所以一直找 找完之后呢 它第一个也许把乙班打开来 然后把它 这边就要关键的地方来了 Open 所以呢 这个 workbook 加意思 workbook.open 意思是说呢 帮我把找到那个档案 的路径 跟斜线 它那个 等于把这个档 帮我开起来 那开起来之后的话 如果它是第一次开的话 帮我怎么样 就点Copy 产生一个工作部 并且存档 所以特别是要 Save as 的时候呢 帮我存成 特别是要 存 不要存到里面去 所以你会发现我这边少一个VBA的目录名称 我就直接存在哪里呢 存在桌面上的底线全部.xls 就存这个档名好了 OK 特别是说你不要直接存进去 存进去会发生问题 不能存进去 OK 然后再来怎么样 把它close掉 所以第一次关掉了 那把B改成False了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就换下一个档 下一个档的话就丁班 丁班 下一个 那一样嘛 到这边 是不是有帮我开起来 把丁班开起来之后的话 再来呢 他就不跑这边了 就跑下面这里 把他这个丁班里面的工作表 帮我复制到哪里呢 这个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要把它复制到哪个工作部的话 特别注意这边比较特殊的是他叫Wordbook 名称的话呢 就是他的档案名称 特别的档案名称就是这个 放到这里 意思说我要放到这一个工作部的 点 有没有特别说的 第一个工作表的后面 所以他会帮我放进去 然后一样把帮我抠过去之后close 关掉 换下一个换下一个 直到没有维持 OK 最后呢 还有一个地方可能要注意哦 如果你全部跑完之后 你可能要把那个Wordbook 全部这个 记得close 后面要加什么 加True OK save change 特别是我印象中我本来好像没有加这个 那我把它抠过去 后来发现奇怪打开了里面怎么都没有东西 原来save as 一定要等于true才可以 如果不等于true 像之前我们好像也用过false false是不存档的意思 如果不存档的话 等于抠过去东西他就不会帮你存档 OK 这可能要注意一下 那我演示一下给各位看 就是说 如果我按足行来跑给各位看 这样比较清楚 所以第一个 我们假设这些档 把它放这边好了 这个再把它缩小 这样看比较清楚 我就按F8 第一个B 他等于true 所以他等于要逻辑应该跑上面 OK 然后paste 然后路径给他 然后帮我把这个目录里面找找看 然后他先找丁班 所以他会先把丁班打开来 打开来 现在这个丁班了 那是不是true 所以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copy一个 所以你会发现这个时候 他会跳一个国业部29 那名称不一定 可能会增加 然后save 所以把国业部29 这个里面只有丁班 帮我做什么 存档 所以save as 为全部 所以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他的档名已经改了 叫全部 底线全部.xls 所以特别说他woodbook的名称就是这个 所以待会第一次就是开存档 然后要把它fault 就是把它woodbookclose掉 这个 那再来的话呢 就要把它close掉 OK 关掉 好 也就把刚刚那个 那个丁班的部分关掉 然后呢 把b改成false 所以再来就不要跑上面了 因为不是在心 所以 再来的话 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开哪一个 开那个丁班 OK 所以丁班开起来 所以说丁班开起来 所以你会发现这边丁班 丁班在这里 OK 然后丁班要做什么 丁班就是 他这个 已经改过了 false的话 变成跳下面 所以这个时候已经不是第一次开档 而是第二次了 所以第二次的话要做什么 帮我copy到全部的后面 再把它关掉 抠过去 所以你会发现 这个时候 其实你们这样看 看后面比较清楚 他已经帮我把 这个丁班 抠到全部里面了 然后呢 我就直接把它close掉 再 close 把丁班关掉 然后再换下一个吧 所以底下都一样 换下一个的话呢 那又变成谁了 一般 一样 一般放过来 然后 最后呢 就把它存档 所以我这底下都一样 全部跑 闪动 闪动 丢过来 丢过来 OK 当然一样 如果将来你要让画面不闪动的话 就是把那个 那个什么 Square Updating 关掉就可以了 一样的道理 OK 好 有没有发现 他会把那个刚刚的东西从丁班 我刚刚程式是写那个 写什么呢 序迟1的后面 所以他变成说 都放序迟1 所以你会把丙班 椅班一直被挤到 那个右边 所以如果你要把它放在最后面的话 你这边可以把1 改的那个序迟1.com 序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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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之前有写过 你可以把它改一下就OK了 最后记得这个save change 这个一定要记得 等于我记得好像我之前就是 这一行 忘了写这个参数 结果一存档就好像有问题 最后来改了 OK 存档 好 你看就close close 而且存档 然后就离开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可以看到 我们就已经把它合并完成了 这边看一下 最后不OK 你看全部这边有了 就把全部打